台北市立大学参与环保署的绿色化学计划来到石门区进行环境教育 希望透过参观将没有使用化学肥料的友善无毒农场 让少用化学药品的观念深居大家的心中 今天有一群来自台北市立大学的教师与学生们来到石门山区进行绿色化学环境教育 希望透过参观没有使用化肥的友善无毒农场 让少用化学药品的观念深植于教职员及学生的心中 而正值芒花盛开的季节 在环境教育导览的同时 无毒农场的导览员也就随手拿起芒花做铜腕 让来自都市的老师与学生们都玩得不亦乐乎 那我们今天这个整个活动是配合环保署里面的绿色化学做活动 那绿色化学就是尽量不要用化学药品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项目是集中的一项 来参观有机农场 那有机农场里面几乎都没有用化学荣药 然后所以特色的农场的经营管理 然后对环境是比较友善的 然后那我们对学生还有学教老师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亲属 然后了解说对环境比较友善的这种做法才能够永续 台北市立大学带队的教授表示 参与环保署的绿色化学计划 因此来到有机有善的农场来环境体验 看到有善有机农场的经营管理方式 不用化学药品药剂才是让环境永续的唯一方法 我们就是给他介绍说 这时候刚好是芒花开 芒草的时候可以应用怎么样去做成一个玩具 或是说怎样编织成古乳高脚杯之类的 怎样带小朋友去玩 然后一方面的话还有一个食用教育的话 就是说用地瓜我们去做成寒极柜 然后做寒极柜的一个体验 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活动流程 经营多年的友善农场主人 熟悉农场与农场附近的一草一木 随手取得都可以变成导览的内容 而现在正值芒花盛开的季节 透过简单的芒花多元应用 让这群来自台北的教职员 感受到友善不用化学药品的环境 无限生命力也将友善永续环境的理念 传递出去 记者 廖平函 石门采访报导